我們今天分析了很多原物量行情 可能繼續在往上走的一個階段 那麼當然AI是AI元年之後 也是這個銳不可擋 好 請我們一哥現在來看 那麼以現在的股市在高點的情況之下 到底要前進原物量還是前進AI呢 第一個 高不高點我們不知道 因為每天都有這個創新高 但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 AI其實跟放牧一樣 它應該是足水草而居 那這個水草指的就是題材 我想我講這個話其實比較客觀 那就投資而不是差價的角度 如果你下半年還要再繼續走AI的話 如果你有體材你就邊走邊吃 如果你沒有的話就是要整理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真正的AI其實是從2023年2月開始 因為ChairGPT當時流行的第一檔股票 是軟體裡面的具有科技 然後之後走到3月的時候 伺服器的組裝開始出來 所以是電子四哥 那時候還沒有鴻海 偽創是代表 走到5月的時候就是走IP IC設計的IP代表的話 就是世行KY M31等等 到了7月的時候是走伺服器的零組件 比如說SPS的光寶科號 走到這裡的時候沒有東西了 所以沒有東西的情況之下的話 有8 9 10 11 12 1 整整快6個月的時間 就乾旱期 所以這些鼓叫就進行整理 然後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的時候 NVIDIA的財報造成台積電的跳空 所以才會有台積電或散熱的一個旗鴻 然後之後到3月的時候 因為有美超為效應 所以就有包含機器人的鎖羅門 組裝的鴻海 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先咔一下 就是當你漲到鎖羅門 漲到鴻海的時候 有人回過頭去看具有嗎 有人回過頭去看偽創跟光寶科 沒有 因為你有新題材 可是在AI的500萬大傘裡面 這些股票根本沒有漲 而且甚至還跌 所以我們今天就說 AI很好 AI很好的時候 如果你輪不到 當時主流的AI的時候 其實AI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即便你已經是AI 然後一直走到5月份的時候 就是最近 你看因為NVIDIA的財報 在5月22提前公告 提前反映 5月23創新高 我們大家都覺得說很棒的同時 我算過AI裡面 只有台積電 齊鴻 偽創 索羅門 廣民跟廣運在創新高 我今天要表達的一個立場 就是說我們都覺得 是一個大趨勢 沒錯 就像你現在看電動車 也是一個大趨勢 因為現在市場上 10台車子裡面 沒有5台是電動車 可是電動車的股價有漲嗎 沒有漲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那個東西過了以後 你剩下來的利空的效益 就比利多來得大 同樣的一個道理 AI非常的好 但是我們期待 就是Computers 後面還有我們的新 如果你再講機器人 或者是你在講什麼 那個是市場已經流行過 OK 你要有新的東西 所以題材換的話 我們的操作標的要跟著換 對 你就要跟著換 那當然 但見新人叫哪文救人庫 沒有人去管具有科技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AI裡面 也是要稍微分得清楚 第二個的話 我們來講一下 原物料的趨勢 跟日圓有很大的關係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聊天的時候 都有聊到日圓 我們都說日圓 到底現在扁到什麼時候 看起來扁扁不休 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東西叫領先指標 就是日本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因為它之前都一直趴的不動 但它最近突然來到了1.007 那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就是它在反映升息三次 利率要來到0.75的水準 也就是說 如果你0.75 1.007 對0.75的話 日圓就是要150以下 就是要升到150 就140級的那種概念 因為倒過來講 所以回頭我們來去看 日圓在最近開始在156 又有一些抵抗的能力 因為日本現在其實真的吃不消 因為它未蒙其力已經先受其害 所以整個日本的一個經濟 因為日圓貶值的關係 整個GDP都被吃掉 都被那個進口的部分給吃掉 所以回頭我們再講原物料的時候 它是一個雙面刃 因為你原物料同時 上去的同時 也會把成本墊高 很多東西要吃成本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 初期銅箔基板也好 撥千步也好 跟日圓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日圓一旦升值的時候 日圓做不出來了 這一塊的話留給台灣來做 就會有像類似53建籠 5340的建籠 因為它剛公告的一個獲利0.16 它的淨值已經回到10塊 所以它開始給資券 日本又是它的一個大股東 所以我想這個股票 在錄影的同時有在動 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初期之間的一個銅箔基板 跟撥千步的一個商機 OK 好 所以這是可以短線 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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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永明哥 好 我們是音量繼續來看 一樣 現在股市還是在創新高 那投資人說電子股市長 真的這樣買不下去 到現在可以買什麼 其實原物料裡面 它也是逐隨少而去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這個隨少就是說 那個報價突然創新高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到 有什麼股票可以來做做看 所以我現在我要講的東西 大家先做好筆記 就是說你看到報價上來的時候 你就會聯想到 那這樣就會有機會 自己填充提自己寫 黃金漲買什麼 對 最近來講黃金在供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其實呢 大家可以其實反映到 國內跟金價有關的 應該是9955的加隆 加隆來講你會發現 前段這邊漲的時候 它也開始上來 那最近又創高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其實有一些表態 所以金價部分創高的話 加隆我覺得是可以做個關注的 那銅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銅最近來講也是很強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銅目前除了供給出現問題之外 其實這個GP200 你有沒有看過它背面那個畫面 它背面其實都是一大堆的銅欄 一個GP200的基硅要5000根的銅欄 那你把它全部串起來 大概是三公里左右 所以第一銅來講的話 其實它最近股價也是相對的強勢 但創高的時候 最近有開始稍微出現震盪一下 你就觀察嘛 如果再創高 搞不好第一銅它會有機會 那包括像一些電線電腦的 華龍這些股票 它又都有可能做一些反應 那我們再來看還有什麼呢 包括鎧的部分 鎧的價格剛剛邵軒也講了 這個新卡島那個地方出現了供給的問題 所以它最近這個禮拜 它其實有稍微反應 那一反應情況之下 這個禮拜其實華新有動 那不過你從這個時候 可能線型上來看 它畢竟還沒有到當時 那個妖鎧這個階段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應該只要偏短線題材 那你就持續關注 如果鎧價繼續往上飆的話呢 那華新的部分 應該會持續跟著做一個連動 再來看這個席價的部分來看的話 席年會發現 其實最近已經漲了大概快一倍左右 那全台灣跟錫有關係的 應該就這家公司而已 叫3305的聲帽 那聲帽來講的話 其實你就大概這兩個區間 就是說來到這個以下 算安全就可以做買進 來到快接近這個地方高鐵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獲利調節動作 那它主要題材在於說 其實它可以發現到 COAS先進封裝 這一顆一顆的 這是什麼 這就是錫球 那國內目前來講 有通過輝達認證的 就是有上市櫃來講的話 其實就只有它而已 那包括未來 這個廣達鴻海要做組裝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一定會需求增加 那它也是什麼 也是這個 廣達鴻海的相關的供應鏈 再加上它現在低溫錫 已經獲得筆電大廠採用 那未來AIPC 應該都會採用到低溫錫 所以它題材其實算滿多的 那操作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說大概這個以下安全 那上來你就稍微賣一下 大概就這樣子來回操作 這就是以上原物料相關的概念股 提供大家做個參考 好 謝謝映亮 我們今天現場所有來賓 真的是很多的股票 還有很多事蹟發動的機會 當然現在大家很多人 在高點心情上比較緊張 世界局勢又滿亂的 世界在動 大家的心就不要再亂動了 我們今天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面向 給大家放在心裡 好好仔細繼續來觀察 反正各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心理還有我們資產 都做好各種的準備 一切應該可以稍微平安度過了 也祝福大家下禮拜操盤 一切順心平安 拜拜 粉紅 你 你 好 我